大家好,歡迎收看阿羅文開箱 今天要來開箱分享蒂達羅黏土人 我們來看一下盒子的外觀 跟這些是一樣的設計方式 整體是黑色黃色做一個呈現 盒子的外觀上面都是人物實際的照片 這一次比較重要的是居然有附著一個大鳥 大老鷹,非常厲害 底部一樣是這個官圖 不囉嗦我們來看內容 盒底非常貼心就寫一個親字 因為他的戒指上面就是親字 我們看到所有的內容 我們來看一下配件 除了本體以外 右上角有一個爆炸特效 再來捷印的手,左右手 還有這一個左右腳 還有兩組非常經典的表情在下面 再來看到這個大年土鳥 我個人覺得這個非常棒 他是可以拿來當地台的 下面有一個孔 然後以這個體型來說 黏土人的比例 這個台座算是蠻大的 所以感覺是分量十足 顏色上也用了動畫還原的漸層色 邊緣都有一些灰色的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細節 面相是完全沒問題的 看一下這個左眼 非常經典的這個望遠 望遠鏡左眼 小的這個花紋 可動方面 因為這個獸線衣服的關係 所以他的頭部呢 左右擺動是沒問題 但上下有可能就會卡住 像這樣 剛好後面還有頭髮 所以蠻容易卡住的 那手的話呢 可以簡單的做一個上下擺動 因為關節只有一個 那手掌是可以做旋轉的 剛好可以看到一個很可愛的這個舌頭 舌頭手 好,腳的話呢 就是前後然後左右這樣轉 也是相對比較簡單的這個關節 好,爆炸特效 個人是覺得蠻生動的 用了這個透明的組件 所以可以很明顯看到 如果你有一些角度的變化 就有一些顏色上的變化 看到鳥的本體 非常厲害啊 頭呢 是可以做這個上下的擺動 好,那這個左眼的望遠鏡呢 是跟著這個瀏海去做移動 所以你在更換這個面相的時候呢 就不會被阻礙到 算是蠻不錯的一個便利性的設計 uch depois才剛才進行 是 可以做什麼 嗎 是 可以做的嗎 reflects 還會 我覺得 全是 好,那這次這個地打的我呢,我個人覺得做得非常不錯 如果你是喜歡這個火影忍者的朋友呢,必須入手這一組 那可以跟這個蟹擺在一起,是非常不錯的一個組合搭配 那今天的開箱就記得在這邊,喜歡的朋友呢,可以幫我喜歡的訂閱頻道,就去囉!